赛的落选者 却最终击身世界十大超模行列 从四处碰壁的北漂一族 到最炙手可热的封面女郎 她是2011年度全球最美99人中的一轮 最美东方面人 模特牛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自己漂亮过 尤其是当我做了模特这个职业 我更没有认为我漂亮过 我是单眼皮啊 内双啊 然后嘴唇又特别厚又特别大 然后小时候我的嘴唇还经常被我妈妈用来开玩笑 是真的 我妈妈先前看我妈妈想 那这女孩的嘴怎么长得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说 你看嘴巴长得好吧 刚开始做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模特 其实我小时候真的穿衣服特别特别男性化 就真的在学校里面老是穿那种男士衬衣 然后里面穿一个背心 就真的是个矿男背心 然后再穿一条宽宽松的牛仔裤 再穿上传说中的板鞋 特别像个男生 头发就扎一个马尾 根据2011年全球模特50强排行榜的最新排名 刘文名列第六 是有史以来排位最高的中国模特 在各大时装品牌的设计师看来 能邀请到这个时尚界最耀眼的东方女孩 参加自己的时装秀 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刘文他就是一个国际巨星 因为模特很多 他可能只是一个模特 他可能是身高各方面的 就是那个硬件他是有的 但是有的很多气息不太一样 刘文的气息很不一样 可塑性非常强 国外的权威的时尚的品牌 他们会看重他这个可塑性 他不仅仅是代表了一种东方面孔的特质 他作为一个可能说所有人 不仅是东方西方 两个世界里人都可以认识了一种美 刘文她有那个角色 她是非常漂亮的 她有美丽的技术 但她也很人 如果她在外面美丽 是因为她在内面美丽 其实我觉得模特 他需要的是一种个性 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都非常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品牌会选择你的原因 就是还有你的性格非常非常重要 可能有一天没事傻乐吧 我很害羡 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段位了 很少有人知道 刘文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是从一场失败的模特比赛开始的 他刚入行的时候是非常不自信的 他非常不自信 当时他觉得自己不美 非常不美 我觉得可能也跟之前的一些经历有关系 2005年9月的海南三亚加历云集 一场全国性的模特大赛总决赛 正在这里展开最后的角逐 作为湖南赛区冠军 17岁的刘文参加了当晚的比赛 我是来自湖南的七号选手刘文 因为我是刚从学校里出来 对史上这一块我完全是一无所知的 只是觉得也许我的身高优势 可以去尝试这个工作 所以就想去尝试了 那个时候一米七五 然后就老爱驼背 因为我的性格特别像男生 然后说话也大大咧咧的 也是父母希望我能锻炼一下自己的心体 其实我觉得我对我的身材并不是非常满意 然后要去比赛之前的前一天 我还哭了真的 特别不想去 因为他那个报名体质表上面 你要身高怎么样达到多高 三我要达到怎么样 我一看我自己完全的哪都不像啊 让刘文没想到的是 从未接受过任何模特训练的他 居然在长沙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正是带着获胜后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憧憬 刘文来到了总决赛现场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失败都没有 然后就很伤心 然后因为我们湖南赛区好像就是拿亚军的 竟然好像还拿了个失败 然后拿冠军的什么都没拿到 然后就觉得感觉你上一刻还在天堂 下一刻就被打入到地狱了 然后真的那个时候打击还蛮大的 我就是我在台上真的都没有哭 然后念我名字没有拿奖 但是我下了台就哭得心里哗了 衣服也不脱就在那开始哭 是真的回到酒店的时候就开始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就说 我就说妈妈我怎么办我没有拿奖 我就说人家都不喜欢我 反正就说一大堆 然后我妈还安慰我 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奖项 但刘文还是接到了去北京当职业模特的邀请 2005年秋天 刘文第一次来到北京 开始职业模特的生活 但是上圈历来苛刻的眼光 对一个新人来说是残酷的 然后当时就是一个人 就是真的好像那种北挑一族 然后就开始模特面试什么的 当时真的很惨 模特面试之前 完全不懂什么叫化妆 给自己画得像熊猫一样 因为觉得那种美 他们都会粘甲睫毛啊 什么眼线啊 眼影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也画成这样 应该 然后我就去面试 他把扎了马尾 但始终感觉还是很智能 像小孩 然后大家面试都是冬天嘛 第一次面试的时候 是在冬天 然后人家虽然外面都是穿羽绒服 我也穿羽绒服 但是人家里面穿的是那种紧身的裙子 要么就是那种T恤修身的 然后要短裙 我里面 我外面虽然也是羽绒服 但是我里面穿了毛衣 然后别提毛裤了 但因为那个太夸张了 所以就穿了一个牛仔裤 然后里面也会插一个什么纱裤啊 秋裤之类的 就特别像个粽子一样就去面试了 但是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站在那儿 然后人家特别紧张 特别拘束 反正就感觉挺怪的 然后我也知道自己可能面不上 就单身打击也挺大的 此时的刘文既没有什么专业经验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获奖记录 她的容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美女 这似乎就注定了 她总是在一次次的面试中落选 看着同屋的模特 接了一场又一场的秀 忙忙碌碌 早出晚归 刘文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地 做些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父母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不行了你就回来吧 但是别人往往对我这样说的时候 就运不行 我就偏要往反向反向做 别人越觉得我这样不行 我就越要觉得自己要做成什么样 就是说要为了这口要争气 其实有时候他们就会说 你在跟一个摄影师拍片的时候 你就像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 如果有那种感觉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灵感出现吧 判定一个模特的 他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模特 我觉得第一 我觉得他必须具备可塑性 可塑性很简单的说 就是说你穿什么样的风格 你就属于那个风格 他会给摄影师很多感觉 他会要理解很多东西 并不是只是一个衣架子 然后他可能要 比如说拍片 因为每次要的感觉不一样 有的时候他要理解的东西 进入那种情绪 这是刘文2006年拍摄的一组时尚照片 也正是从这组照片开始 那个小模特刘文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国际超模刘文 2006年底的一天 刘文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 问他是否有时间去某时尚杂志 当一次试衣模特 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知道试衣模特 我也没问 就听到试衣模特 我说好 没问题 我就去啊 我也就在家反正待着也没事 因为那个时候在北京 就是也从来不爱出门 就待在家就坐山上来 看看电视什么之类的 按照惯例 时尚杂志在拍摄时装大片前 都会提前试一下衣服 以便编辑的搭配和拍摄时的顺利 一般这种试装 都是由拍大片的大牌模特自己来 但有时当大牌模特无法到场时 也会请其他体型相近的无名小模特来试装 而这样的试衣模特很少有人愿意担当 不仅因为收入不多 更在于这种替人穿嫁衣的滋味不好受 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次的落选 刘文似乎比别人更珍惜每一次机会 但他没有想到 他的出现让正在现场的该杂志全球创意总监 法国时尚界的名人约瑟夫卡尔眼前一亮 然后他觉得他就是一个国际巨星 他身上是带有这样的潜质 包括他跟他之前在行业里面接触的所有的超模 在最初入行的时候那样一个气息非常相似 在大多数人看来 刘文是个长相平常的女孩 但这种平常正是时尚圈所喜欢的 因为只有这样简单的面孔 才能让设计师和造型师有更大的创意空间 很快刘文就接到了约瑟夫 请他拍时装大片的邀请 我当时其实也不懂什么叫大片 我只知道要找我去拍片就对了 但是就是心里还特别紧张 忐忑不安的我就去了 完全不知道啊 然后就完全靠摄影师啊 说啊摄影师说 抬一下胳膊 我去抬一下胳膊 抬一下手 抬一下手 反正就完全是属于那些木头一样的 你拨一下我就动一下 那其实刘儿身上我觉得是具备一种很原始的本质的一种 未被开发的一种潜质 第二次后来又接到电话说去拍片 就开始了一朵黑白的照片 那朵黑白的照片 我记忆印象还深刻 我脸上还有雀斑什么的 我就是一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反倒是不清楚自己到底拥有什么 所以那种懵懂 所以那种模糊的那种美 就是造就了他当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他曾是中国模特大赛的落选者 却最终跻身世界十大超模行列 从四处碰壁的北漂一族 找最炙手可热的封面女郎 她是2011年度全球最美99人中的一轮 最美东方 从2007年开始 刘文迅速成为时尚杂志青睐的宠儿 如同一张白纸的她 在设计师们手下却有着千种的变化 这也正是一个职业模特应有的最好条件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 各大时装品牌需要大众不是注意模特漂亮的脸蛋 而是关注自己的品牌 所以一个好的模特是要表现品牌的个性 而不是突出自己 素面朝天 可塑性强 恰恰成为了刘文的最大法宝 凭借这些时光大片 刘文一跃成为国内最走红的模特之一 就是我拍杂志那个时候300块钱 就是拍一次 我拍了1万块钱一个月 就是30天我都在拍 其实可能也是有一个行业的规律存在 其实说你越被认可 你会越被认可 对 所以说你越被挖掘 就会被越挖掘得远 2011年 中国时装周的这场时装秀上 刘文无疑是最重要的明星 在熟悉他的人看来 虽然这几年 他的知名度在不断飙升 但他做事的方式 却并没有什么改变 依然会准时到场 不会提出特别的要求 即使只是走台排练 也一定要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高跟鞋 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 对你工作热爱的这种态度 比如说像我有个习惯 就是我每天早上都得洗头 为了让发型师更好地去做我的头发 因为你知道亚洲人 其实头发睡一晚上之后就会塌掉 然后我就会洗头 每天早上会早起来 然后如果我早上是九点钟的 Courtney拍片的话 我可能会几千两个小时起来 会考虑很多的人 他其实是会照顾到好多人的情绪 而且同时这样子 我还觉得他会活得还挺累的 就是同时要对自己认真负责 我知道我的工作是来之不易的 不是那种就是说我一夜就成名的 我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 不是说磨炼或者是苦难也好 就是说真的是经历过这些低谷 那我觉得我是否得到这个工作 是来之不易 我就是要需要把它做好去展现自己 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工作 在成为模特以前 刘文学的是导游专业 环游世界是他最大的梦想 如今他在以另外一种方式 把梦想变成现实 拍片应该那个时候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会完全讲英文 然后在去了那个机场 我只会给人家形容我要买冰箱贴 那时候我根本就不会说英文冰箱贴怎么说 然后但是也为了要去买它 然后也找了很多地方 还有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去巴厘岛 这是在香港机场买的 这个也是就是在纽约 对于我来说现在是一个就是把它储蓄的一个过程 就像我一个工厂一样 再慢慢的把它们储蓄起来 然后等到我有一天真的是老了走不动了 再回忆我再回忆我 从2008年开始 刘文正式进军国际舞台 一直以来 欧美模特以他们出众的形体条件 和对服装精准的演绎 成为各大时装发布会秀场上的绝对主力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提高 中国女孩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 国际大牌设计师所关注 而既有着东方女孩的气质 又有超强可塑性的刘文 更是带给他们很多耳目以新的灵感 刘文也迅速成为各大时装周上 最耀眼的东方面空 她曾是中国模特大赛的落选者 却最终击身世界十大超模行列 从四处碰壁的北漂一族 到最炙手可热的封面女郎 她是2011年度全球最美99人中的艺软 最美东方面空 摩托 欢迎大家来到纽约 纽约 接下来的2009年和2010年 从纽约 伦敦 到米兰 巴黎 全球四大时装周的秀场上 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就是一天六七个 每天你都觉得 就是不是活在现实当中 你回到梦境当中 你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分钟是睡着的 还是在梦里面 当然大家看到模特出场那一面 都是风风光光的 都不知道我们在后台 都干了多少活 真的很夸张的 经常我们在后台 因为赶场有时候 你可能这场秀 头发很关 然后出的全都是油什么的 贴贴的 然后你上一场 因为是很干净 很飘逸 你就能在后台 就拿矿泉水 直接倒的是凉水 就开始洗头 条件好的话 可能你在厕所的 还有就是厕所的洗脸盆 把头一弯 就直接开始用什么 洗头水 跟什么呼哈素 就开始搓 不管你怎么样 反正就先搓干净 然后条件艰苦的 也是算条件好了 直接拿矿泉水 拎开瓶子 就不管是凉的 还是热的 直接就往你头上倒 就真的洗头 我经历过无数次 是他去 他在纽约的时候 第一次去的时候 太辛苦了 太累了 我就说 就是当时他说 他不会英语 但是他每天都要有 三到五个 甚至更多的面试 然后呢 而且就是在 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 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他要跑 方向不同的好几个地方 他就头一天查地图 一直查地图 你想想不会英语的人 然后去翻地图 认识每个地方 然后查 一直数到第二天 凌晨五六点钟 这样 就赶过去 整天就两条腿去跑 穿地铁 然后摸索各个地铁站 然后去找 然后我觉得一天下来 其实我觉得 如果不是年轻的本钱 我觉得人都散架了 对 都真的是散架了 但是他就这么 工作墙都不会压于 那个时候 都砍过来了 我觉得这点 是我觉得说 谁也不能说 他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大仙背后 2009年11月 刘文登上了 全球时尚界重量级的 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舞台 成为第一个出现在 这个顶级秀场的 亚洲面孔 2010年 刘文再次创造历史 成为世界最著名 化妆品牌的 全球代言人 那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我吗 就活在一个 虚幻的梦里 梦幻的世界 2011年 刘文在世界超模 50强排行榜的名次 升至第六位 同时 他还是2011年度 全球最美99人中 唯一的亚洲面孔 刘文就发现 原来我可以 产生很多不同的风格 打开了另外 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然后也是对 我自己人生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 就是让我自己 看到另外的刘文 每一次跟不同的人 合作的时候 都看到了一个不同的我 但是我还是始终 我原来的我 但是可能只是 我在大家面前 呈现的这些杂志里面 这些短片里面 都成现了 我也希望自己 能是一个多变的 能够让大家 看到不同的我 这次是突发情况 一般出门都是两三个箱子 然后昨天晚上 其实就已经开始收拾了 然后今天又是一波 然后昨天害怕 有些衣服今天会在 穿衣服拿出来 所以今天把它放进去 所以又是一堆衣服 总之说是行李是一件 很头疼的事情 我很想要一个多吗 多 开心 多来 木屋 来放在 他曾经是918大案的 专案内提 为案件的侦破 提供了重要线索 他破案上瘾 27年和男刑警 一起摸爬滚打 在营救人质的生死关头 他依然徒手将绑匪制服 女刑警 张静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